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交给相关单位来做仔细的研究 不只是研究 我们重点是希望能够开启协商大门 针对陈家跟黄家所提出来的各种方案 因为很多方案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谈来讨论 我们希望能够有层次协商的机会 然后来厘清哪个方案可以 问题是在哪里 然后是不是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 陈家跟黄家都愿意都非常卑微愿意 我们愿意极尽所有可能性来跟政府谈 如何来避免强拆 这件事情拜托你一定要告诉你的长官 然后请开启协商大门 不要对媒体放话说不可行这样就结束了 这不叫做沟通 真的拜托 坐下来好好谈 马上我们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两家完全没有要当你们的工程 完完全全没有要当你们的工程 不要误会 我了解这一点 那我们会后续会请相关单位做进一步的来做说明 不是关相关单位来做说明是要开启协商 爱你强调 开启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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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长期的将三四楼出租给弱势的族群跟年轻没有财力的学生 那黄云香的母 黄云香跟他母亲的房间只在一二楼 黄云香常说弱家门就是一家人 他把租户当成自己的家人 常煮饭给他们吃 在生活跟经济上长期的互相协助 过去最大宗的住户是经济相对弱势的学生 他为了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学习 不想让他们花太多时间在做打工 所以都允许他们奢欠房租甚至免缴房租 虽然现在只剩两户在居住 但以前住了更多人 那但这些人都一直被铁道局施加压力赶走 若拆除范围包含楼梯 破坏的不只是原本房屋的结构与居住使用 更破坏了这种民间自发的社会安全网 现在黄家人有两户在居住 其中一户是雅惠母子 雅惠母子数年前因为车祸的关系 工作能力受到影响 他们仅能用零工来支持自己跟儿子 知道这种状况黄春香体谅他们 所以已经一年多已经没收他们房租了 另一户是经济不稳定的年轻人 他与黄春香阿姨如同 黄春香如同他第二个妈妈 生活中互相支持成为他不愿意搬离的理由 过去八年黄春香持续了抗争 希望铁道局不要吞没这个难得的家 现在黄春香其实已经有退让了 楼梯楼房后面后半部如果要被拆除可以 但前提是要保留位于楼房中间的楼梯 住户都笑说如果没有楼梯 那我只能爬绳子上去了 楼梯已经是退无可退的最后坚持了 铁道局当时候承诺缓拆两个月期间 来研议楼梯保留 然而铁道局却并未重视黄春香与他弱势住户的居住需求 所谓的沟通只是不断的劝离他搬离住宿 或者是要求他领补偿金 要他就是搬去照顾宅 铁道局从未展现到底就原梯的状况 如何积极的磋杀 关于拆除的范围 铁道局迟到八月初才告知楼梯会拆除大半 此前完全没有划出明确的拆除线 黄春香关注组认为 明明有最小侵害的方案 铁道局作为铁道局 交通部作为铁道局的上级机关 其实有责任在铁道局为真诚磋伤 为尽责保障人民的居住前之前 介入纠正 土征条例第57条 不影响原有的建物 在征收地上权的方式取得土地 来维持地上物与地上工程的共同存在 而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捷运通过民宅下方 或高铁的高架通过民宅上方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各地方也一直有用设定地上权来处理这部分 那皇家的楼梯就是这种情况 它其实可以同时的保留住楼梯与施工 那我们看到铁道局回应媒体 它怎么回的 就是铁道局说 设定地上权 不会用在拆房子的骑行 跟皇家不一样 但哪里有不一样 皇家不就是要求不要拆楼梯吗 皇家的楼梯不就是不会影响 基地地表平面的利用吗 所以基本上选择最小心害的方式 达到双银 这个明明是做得到的事情 而楼梯间明明只突出工程的2.7米 不到两平而已 这么微小的要求 设定地上权 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得到 铁道局的工程能力难道荒谬到连小小楼梯都保不住吗 楼梯对一个家真的很重要 尤其对我们家 我已经退让到现在只想卑微的请求 铁道局把我楼梯留下 因为我楼上住了一个 是增重病的雅慧 他现在安排他要去开刀 他不去 他说如果去开刀 回来家都没有了 他怎么办 他连个身边他也不要离开那个家 离开那个房间 我心里就是很难够 每天就是后想说他这边痛那边痛 医生已经跟他安排中要开刀了 他就是不去到时候 每天看到警察就是要拆王子 他每天好像那个神经病也就是要被紧张紧张 收家如果被拆了他怎么办 在前天跟昨天 在皇家跟陈家的旁边 他们又贴出了公文 说要对周边封路 而且呢 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他们祭出行政程序法 第36条跟39条 36条表示说呢 他们有权利 对往来的居民 或者是出入的人员 进行管制 可以强制拘束 39条呢 更可怕 他说他可以强制 处分这些建物 或限制其使用 不只是来协助的朋友 也包含住在里面的这些老人们 他们非常可能 在强拆日前的好几天前 就被脱离居所 现在他们在周边已经架起了非常高的巨马 还有墙 还有围篱 甚至也搭了棚子 那些棚子就是等着让警方进驻 那其实根据 南铁张家 古警张家的状况 搭了棚子之后 其实没有多久 我们就可以看到保全警察在那边进驻 然后没有多久 就会进行强拆 也就是三年前1月20号的中午 蔡总统明白对国际人权审查委员宣誓 但是你们的结论与建议绝对是我们未来施政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如今站在我后面的这些受破迁的朋友 是问他们的地板在哪里 看来他们仍然是在地下18层 他们的基本人权还没有达到地板的一个水准 我们还在仰望 我们依然在仰望我们地板来临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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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